意大利著名導演貝托魯奇逝世享年77歲 貝托魯奇星期一在羅馬的家中逝世 據娛樂週刊雜誌《中藝》的報導說他患有癌症 貝托魯奇最出名的電影作品是《末代皇帝》以及《巴黎最後探窩》 貝托魯奇因為《末代皇帝》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使他成為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的意大利人 《末代皇帝》是一部關於中國最後一名君主的電影 被提名九項奧斯卡獎並且全數獲得所有九個獎項 不過《巴黎最後探窩》可能是他最著名的電影 這部在1972年拍攝的程式電影由馬龍巴蘭多和馬利亞斯萊德主演 這部電影是一個老年男人和一個在巴黎不同地方有匿名性行為的年輕女人的故事 在2011年康城電影節上 貝托魯奇因為他一生的工作被頒受榮譽金鐘雷獎 微評說 在不adı 兩位 跟他之前 所在的都市民 會eniz 價值 偶然 有時